跟大家介紹一間在地人也很喜歡吃 風靡全球的一家美食店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那就是我終於又更新我主頻道的影片了 嗨我是星星 這些日子為什麼我會消失的這麼久呢 我最後一部影片好像是在去年的1月20幾號了吧 那個時候好像是正準備要回去過年的時候 在我上一間租屋處 沒錯我又搬家了 這個過程是怎麼樣我就不多做贅述 就是很普通的搬家就是搬家的 又搬到了一間新的租屋處 各位那這些日子我到底跑哪去了呢 首先我沒有停止剪輯 我對剪輯影片這件事情還是非常有熱忱 所以呢我就在去年的時候跟我女朋友一起共同創立了一個頻道 叫做天天夜黃素 對大家沒聽錯 至於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呢 主要是因為我跟我女朋友 常常都是天平座嘛 天平座兩個天天 我姓夜他姓黃 所以我們就變成夜黃素 不是吃進肚子裡的那個夜黃素 而是代表一個家庭的意思 所以我用那個住宿的書 我知道你們不是很care這件事情 但是我就是想講 總之我就把我的剪輯重心都擺在了那個頻道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那邊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現在的訂閱數已經到500了 所以比我現在這個主頻道還要多啦 雖然我這個頻道都是一些廢片 但是可以到400多個也是蠻欣慰的 也是蠻開心的 也謝謝大家有持續的在支持我 所以呢我這一年間不是消失了 而是轉移了重心 對就是這樣子 我這一年間的一些心境上面的改變 其實也蠻大的 就是我覺得工作這件事情 給我非常大的一些學習空間 學到我這一年間我都覺得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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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要來去考個公務人員啊 之類的 我來去買了寒獸 然後線上上課 就覺得 欸? 就是直接走公務人員這一條路 雖然我現在也算是公務人員 但是就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公務人員 後來我就覺得說 我這樣子加班 我真的過得開心嗎? 我心裡是這樣子想 突然有一天我生病了 頸椎啦 頸椎是這一塊嘛 突然頸椎發炎 發炎的情形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我的脖子 一度都沒有辦法轉 一度喔 我說一度是這樣子 就這樣一度 one degree 一度都沒有辦法轉 痛到痛不欲生 睡覺的時候 甚至睡到我的雙手都還會麻痺 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確實嘛 就是頸椎發炎 幸好我有早一點去治療 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 我過得不快樂 但是我自己又不是一個很喜歡 把病痛掛在嘴邊上講的人 我不會把這件事情 跟我的上司講 甚至家人我都沒有講 只有跟我女朋友講 我就覺得說就是 沒有什麼事情比健康還重要 我轉了個念就是這樣子 這些事情有對我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嗎 有 但是現在還不能講 也要等之後的時候 我會再一一的跟大家解釋 大概就是這樣子 準備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外面租屋了這兩三年 有一些什麼樣的小經驗 在外面租屋真的是我改變了 我一整個人生的一個整個價值觀 我覺得大家齁 在外面租屋一定要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掛衣架 這個是我在IKEA買的 是算也是蠻便宜的 但是它這個是非常實用 而且非常的牢固 可以直接插在你門板的上緣 進去之後就可以掉你的衣服 有的沒的 我覺得這個CP值真的是蠻高的 這邊有一個電磁爐 電磁爐真的是一個 租屋組的好夥伴 你可以解決掉很多 煮飯上面的問題 那當然不是所有的租屋處 都會讓你放電磁爐 那我也當然是問過了 所以我才敢放 有些他們隔間做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的電都會亂接 接接接接接接到時候 插著一開下去 全洞就直接跳電 所以這種情形是很危險的 我會覺得大家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可以有一台電磁爐的話 是真的蠻好的 那我用的這個型號呢 是這個Panasonic KZ PH33 OK 這裡有點亂 不過我跟大家講 這是一台氣炸鍋 氣炸鍋有什麼用呢 就是 氣炸 然後這是我的房鈔櫃 裡面有一些我的攝影器材 空拍器等等 我都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大家可能會好奇 欸 那上面怎麼會有一個 洗臉盆在這邊呢 沒錯 就像你所想像的 這間房間還是會漏水 之前前陣子有那個 下很大雨嘛 颱風來之類的 你看這邊都已經泛黃了 這很明顯就是已經 已經有漏水的情形 所以呢它會從這個 這個細縫 從這個細縫 慢慢的慢慢的滲水下來 就這樣子一滴一滴 一滴一滴的這樣子 滲水下來 所以我就把我的這個 高級寶寶藍洗臉盆 放在這邊接水 相信懂攝影的人 都會知道說 我到底是哪顆心臟 可以把我的房鈔櫃 擺在這個漏水的正下方 這腦子到底在裝些什麼 但我就是懶得宜 怎麼樣 我就是懶得宜 這台洗衣機呢 相信大家已經在我 之前的影片就有看過了 是我新買的一台洗衣機 你看一個禮拜洗一次衣服 就非常好用了 那牌子是什麼牌子 Fridge 不是所有的租屋處 它都會給你相對應 可以裝洗衣機的水龍頭 大家可以理解這一段吧 不是所有的租屋空間都是這樣 像我這很明顯 我這一個租屋的套房裡面 就是給你存住的 你知道嗎 你要裝一台洗衣機 你就要想應該要怎麼樣去安裝你的 進水孔嘛 那我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在這邊裝了一個雙向出水轉接頭 然後這邊呢 就直接裝上了 可以銜接我洗衣機的 進水孔的一個轉接器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水 這個藏起 這個 給裝在這上面 拉一下 有沒有 成功了 所以呢我只要開水 等一下 水正常的這樣流 然後轉一下 水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透過這根 這個進水孔 進水水管 這樣穿穿穿穿穿穿 穿穿穿穿穿 穿穿穿穿 穿到了我這個洗衣機 對不對 各位你想 這麼土炮製的做法 就可以讓你解決你在住室的時候 的一些煩惱 那當然啊 這個位置就要自己去拿捏 像我這個 我也裝這台洗衣機 你看 我連廁所門都給拆掉了 所以我這個廁所是沒有門的 對 就是這麼土炮 但就是可以解決掉很多 生活上面的疑難雜症 租屋就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學到很多很多 奇怪的知識 水電知識 然後因為我有煮東西嘛 所以呢 你看旁邊就自己又製製了一個 那個 沥水的一個籃子 這我在 那個 宜德利吧 我覺得我在宜德利的時候 滿便宜買的吧 鍋碗瓢盆 都在這邊 可以裝長條棒棒的一個 小盤子 一定要買可以沥水 要不然它下面會發明啊 這樣子的角度 對不對 這麼完美的角度 剛好水又可以瀝下來 真的是 我真的是覺得我是天才 你知道嗎 我怎麼會想到 這麼天才的一個瀝水的方法 然後下面呢 你看這個籃子 我就特地買了這個 宜德利這個 這個沾板 軟式的沾板 旁邊上面還有一個 這個勾勾 勾勾你就可以直接掉在這個 這個籃子 哇 哇 咦 可能就會有人問啊 詩欣你怎麼會把你的這個 衣服 連亮在室內 然後用個電風扇在這邊吹呢 我當然知道啊 但是問題是 房東這邊給我的一個 室外塞衣空間是共用的 所有房客的衣服 都要共同的 塞在同樣的一個空間 我真的就沒有辦法接受 有人抽煙嘛 有些人就會在那個陽台抽煙 然後搞的大家衣服 全部都是煙醜味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就不知道是哪個王八 我最大的一個改變呢 就是我買了一台NAS 放在這邊 這台呢 是Synology的 群輝的DS220PLUS 4TB加4TB 總共8TB 總共8TB 但是我是組RAID的禮馬 所以呢 就等於說 4TB的空間 有4TB的容錯 那這個NAS就可以滿足 我儲存空間的一些煩惱啊 因為你也知道 拍了很多部影片 你需要一個 比較大容量的 儲存空間去存它 那Google的話 你每個月 如果要大空間還要花錢嘛 iCloud的話 意義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自己想說 與其要每個月花這個錢 我還不如自己去組一台NAS 可以讓我去儲存更多的空間 所以我就 對 就自己組了一台NAS 當然這容量一定不夠 暫時先解決這次問題啦 那以後要怎麼樣再說 再說 然後這個呢 這個呢 是我去那個日本的時候買的 這個 就是那個那種 綜藝節目有沒有 都會有這種 按鈕它就會彈起來的 這個小玩具 滿有趣的 我覺得到現在還沒拆過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用得到 OK 然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 吹風機 這台吹風機真的是 非常的好用 叫做 Salonia 這個牌子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隻吹風機超好用 它的風力又強 超級方便攜帶 而且質感又好 又漂亮 又美觀 推薦大家如果有去日本的話 一定要買一把 等一下我 我需要去尿個尿 說過 聊天 痘 parle 這裡 uckles 皮 究竟 bullet 水 抓 我开车到了东港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间在地人也很喜欢吃风靡全球的一家美食店 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这间非常世界文明的美食店 世界文明啊 欢迎大家来吃世界文明的美国快餐店